这小区环境还挺好的嘛 这小区环境还挺好的嘛 好不容易等着你在 有个劳力干嘛呢 我是劳力是吧 对啊 这什么情况呀 赵斯文跟黄婉萍住在这儿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看这亲密样 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怎么回事啊 严谨 吓我了 吓什么呢 前面那两人你认不认识 邻居 但是不太熟啊 你能不能去帮我打听打听 看看这两人住在这小区里哪栋楼 几号房间 行 我试试呗 记住了啊 那男的叫赵斯文 女的叫黄婉萍 行 我试试 赶紧去啊 等你消息去去去去去去去 好好好 都去那边 走了啊 赶紧请啊 没问题 好的好的 谁啊 行 你好楼上的邻居黄姐在吗 帮我邮箱给她就行 你好 我是邻居 这个是物业的通知单 我帮您带上来了 看看是不是您家的 是 那行 那没事了 那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好 没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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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谁来的都开门 别那么大意啊 咱们这高档小区 门口都是保安 怕什么 不会来贼 坚决不能大意啊 好 谢谢 这个赵斯文 居然还扬起金丝去 住起安乐窝来了 还真住那小区 可有钱的呀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亲眼看到他们俩 初入成双 我才叫我朋友去取证呢 你说这个赵斯文 这个赵斯文还欠了 我们家八百万 你说他俩何德何能能 住这么高档的房子 跟那个姓黄的勾搭到一块 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所以说呀 我想了想 这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你什么意思啊 还有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那姓黄的跟赵斯文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少说两句吧 他们俩肯定有前史 别在我妈这说这么多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什么说这么多 我还没说完呢 那赵斯文坏成这样 我跟你说呀 真的不废了他 都难解我心头之恨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是女侠呀 别添乱了 你当着我妈妈的面说这个 陈智还要在屋里面睡觉呢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为了这孩子 你也不能心软 你就听我一次行不行啊 颜颜 颜颜 我听明白了 你是说 其实他们俩早就认识是吗 我觉得吧 他们俩认识啊 说不定比跟紫月结婚还要早 那这个事儿 会不会只瞒着我们家 其实那个赵家他们早就知道了 紫月 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啊 赵斯文在跟你结婚之前 有没有什么想好的 不清楚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干吗呀妈 我打电话问赵家 你打什么电话呀 我跟赵斯文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就是问清楚了 于是有补吗 当然有补了 如果那个赵斯文 跟那个姓黄的 早就勾得好了 那就说明 你爸爸公司那个亏孔 是他故意的 说不定这套房子 就是他骗你爸爸买下的 是啊 你呀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拿过去 这 这是真的呀 那斯文之前 我真的记不得了 秦家母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慢慢说 慢慢说啊 我还说什么我还说 那个姓黄呢 他能买得起那么贵的房子吗 还有你那个宝贝儿子 欠了我们八百万八百万呢 还没还呢 那 会不会弄错了我 他就住在那个公园酒里 你自己去看看吧 别再袒护着你儿子了 妈 怎么样了 人家电话里说什么了 紫月他妈说 咱们家斯文和那姓黄的 住在公园酒里小区呢 什么 他说如果 那个你们不相信 就自己去找嘛 人家说得这么肯定啊 都会是捕风捉影 什么是公园酒里小区在哪儿啊 我哪儿知道啊 文力 你知道在哪儿吗 不知道呀 他们又在那儿装傻装 不知道吧 把我们当傻子呢 不是 我觉得也许 你还真的不知道呢 什么不知道啊 就是红傻子 就算他不知道 那赵斯文现在是不是住在 那么豪华的小区里啊 那就证明他很有钱嘛 把你们害得那么惨 他自己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 没那么便宜的事 他要真跟那姓黄在一起啊 我饶不了他了 你饶不了又怎么样呢 毕竟是你儿子嘛 我儿子也是你惯的 不是 怎么一出事你就赖我呀 我惯什么了 他都成年人了 你抹心 你抹心 你平时没事老抹心你 你说 你什么事 行啊 别吵了行吗 先让我看看 行行 去看吧 快点 快点